沈富雄怎麼看黃國昌 迴避岳父炒作工業宅的問題 如果違背我的立場 違背我的主張的人 簽書通殺 不管他是誰 他如果是我的岳父 符合這個標準的通殺 黃國昌會說 你不要這麼沒有人性 他是這樣子問他這個問題的記者 這樣子回應的 這個我認為要麼不要從政 我覺得從政的人 這個人性的標準 不能寬到這種程度 黃國昌大陸出書簡體版 內容出現台灣地區 他的說辭也過不了沈富雄這關 就好像他講說 台灣的學者到大陸去 出錯一大堆 少不了不止我一個人 這不對 因為其他出書的人 立場沒有像你那樣 你說這個是出版社 跟出版社之間同意 所以這個就把它推給出版社 但是你願意在大陸出版 剪體式的版 這個原來台灣的出版社 一定有徵求作者的同意 因為有著作權的問題 對 當然你作者不點頭 他沒辦法在那邊 所以你只能說 這個出版社跟出版社 我也拿到版稅 我覺得這個是講不通的 檢驗黃國昌的同時 也考驗著時代力量的理想性 和道德性 我覺得你應該懷疑說 沒有人出來替他講話 也沒有人出來替他講話 對 這個才是重點 到目前為止他的同志 沒有人替他講話 我覺得這個比較奇怪 你是說跟當時 陳維庭的事件相比 還有同志出來幫陳維庭講話 這一次卻沒有人出來 幫黃國昌講話 這個是岳父 他的岳父有什麼其他的事情 跟黃國昌有什麼關係 不好意思 你那手不要這樣推我麥克風嗎 好 不要動 時代力量高舉 太陽花世代的理想 沒想到黨主席黃國昌 反中遇到家人就轉彎 居住生育遇到家人又轉彎 蘇北改成台灣地區 遇到人民幣也轉彎 新政治不到一年 就被完成謊言跟雙重標準了嗎 時代力量至今沒有誠實面對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文字幕英文